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妖精爷爷大声邀请着小动物们 小动物们开心极了 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大灰狼也听到了 大灰狼决定守在路口 这先来的是蹦蹦跳跳的小兔子 咔嚓 不知哪里传来了脚踩到树叶的声音 小兔子竖起了耳朵 咔嚓 咔嚓 小布声越来越近 狼 狼 狼 兔子一溜烟逃跑了 小蜥蜴 蹦跚着走过来 突然一声狂吼 大灰狼出现了 它猛的一口咬住了蜥蜴的尾巴 哎哟 蜥蜴迅速断掉自己的尾巴 逃走了 小刺猬摇摇晃晃的走在路上 我要把你抓来吃掉 大灰狼 张开了血盆大口 小刺猬把身上的刺竖得直挺挺的 哎呀呀 刺猬的刺实在是太尖利了 胆小的河 轻手轻脚地走过来 我要吃了你 大灰狼 蹦出来说 啊 狼来了 河赶紧躺在地上装死 啊 死掉了 大灰狼往后退了一步 瞅准这个时机 河急急忙忙地逃走了 慢性子大乌龟慢吞吞地爬来 我要把你抓来吃掉 大灰狼 跳出来说 哎呦 好可怕 狐龟把身子缩起来 藏进了龟壳里 哎呀呀 狐龟壳像石头一样硬邦邦 黄鼠狼轻快地跑来 我要吃了你 大灰狼跑出来说 哼 吃了我 好啊 让你尝尝这个 黄鼠狼蹦地放了个屁 哎呀 臭死了 大灰狼怕再中一招 慌忙跑走了 大家都到了妖精爷爷家 妖精爷爷 我差点被大灰狼抓住吃掉了 小兔子说 我也是 我也是 其他小动物也跟着说 差点出大事啊 你们都是怎么逃走的 妖精爷爷问 我听见了脚步声 然后敏捷地逃走了 小兔子说 我断了自己的尾巴逃走的 蜥蜴说 我把浑身的刺都竖起来了 小刺猬说 我躺在地上装死的 河说 我躲在自己的壳里了 大乌龟说 我放了个屁 我的屁可臭了 黄鼠狼说 大家都开心地哈哈大笑 好了 现在大家尽情地吃喝玩乐吧 妖精爷爷向着天空大喊 话音刚落 天上就掉下来好多好吃的东西 小动物们高兴坏了 大笨狼 大笨狼 兔子的耳朵很灵光 蜥蜴的尾巴可以断 刺猬的硬刺身上长 盒子倒地就装死 乌龟藏在龟壳里 黄鼠狼放大臭屁 妖精爷爷和小动物们快乐地唱着歌 亲爱的小朋友们 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还记得小动物们是怎么逃走的吗 我们下emon 转发